民進黨南道館長 當來初選多年 今天公佈民調結果 由李文長代表民進黨 參選美女的南道館長 當初合調的時尊 雙方當然要公佈民調的所議 因此今天沒有公佈所議 但是較重李文長也過頭髮性 那我用改變作為訴求 那麼 我想我首先要讓縣民相信 我有這個執行力 破例跟協調能力來改變南投 只有一個新的候選人 只有讓縣民相信這一點 那麼他才會選擇他來當我們的縣長 但是我要呼籲我們的縣民 改變南投不是一個縣長候選一個人的責任 也不是一個縣長一個人的責任 改變南投縣必須縣民共同來參與 謝謝 李文長表示 很感謝南投縣民給他這個機會參選南投縣長 也讓南投一個改變的機會 他會顧及官民的期待 他一定會很專利打壓選擇 一個好的縣長候選人 除了要清廉政治的人格特質 更重要的是要有執行力 要有破例跟協調能力 我認為這樣才能當好一些縣長服務 好像青年是不夠的 每一個農民都很青年 對不對 青年其實大部分人都很青年 只是他們有機會而已 所以我認為比青年政治更重要的是 我剛剛一再提到的 破例執行力跟協調能力 鄧偉先生也發新聞告表示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關心 大家的團結支持民進黨拿名的 館長候選人在文中 而且一定會打壓美女的選擇 記者五位 蔡鳳報道 對 請他注意身體